塑膠垃圾这么多怎么办?除了减素,还可以利用微生物哦! 大家好,我是可以分解PET塑胶的细菌 我会产生可以分解PET塑胶酵素 所以像宝特瓶、塑胶袋、免洗餐具,我都可以分解哦! 原本需要400年以上自然分解的塑胶废弃物 我只需要4天就能完全分解了呢! 目前科学家还在研究当中 未来有可能把我的酵素大量生产 做成分解塑胶的工具哦! 所以我是环保小英雄哦!